近日,郑一剑的演唱会在香港红看体育馆如火如荼的举行 由于此次演唱会举办地在香港,加上郑一剑早已不复当年热度 因此大陆关注度较少 不过郑一剑在香港还是有不少人喜欢的 虽然郑一剑淡出音乐圈已久,但是此次演唱会的票价不贵 因此上座率也还可以 另外,老婆蒙家慧也带着郑一剑的爸爸一起出现在现场 为老公姻缘打偷 而就在前两日,TVB男演员马国明 发布了一张和郑一剑在演唱会后台的合影 正是这张没有修饰的照片 真实地展现了郑一剑现在的容貌 只见照片中的郑一剑满脸褶皱皮肤辣黄 眼角的褶子深得能夹死蚊子 而她的一头长发尾部 也明显地变成了花白 另外从网友拍到的演唱会 现场的郑一剑的照片也可以看出 郑一剑确实不年轻了 这张照片里郑一剑的脸上深纹明显 而脖子上的皮肤更是下垂的厉害 层层堆叠用力演唱的时候 郑一的脖子上更是轻筋抱起 乍一看吓一大跳 不过这几张也有可能是角度问题 正常角度拍到的郑一剑是颇具当年风采的 前段时间郑一剑和老婆蒙家慧被传出一句日本的消息 一时引起较大争议 不过后来郑一剑亲自出来辟谣 否认了这一传闻 其实早在九年前 两人在东京注册结婚 并在日本举办了婚礼 外界就质疑其实郑一剑和妻子孟家慧早已移民日本 郑一剑表示自己虽然一直在香港生活 却总会被人问 是不是在日本生活 两人没有移民 孟家慧只是在日本学习自己的工作在国内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误会 大概是因为自己在香港消失了一段时间 事实上郑一剑的事业和重要资源确实都在国内 自己的父母也都在国内生活 一直以来郑一剑很喜欢购置房产 他在早年采访时也表示 只要有钱 就会购买房子和玉石等有投资价值的固定资产 早在1997年 郑一剑花了1260万元 在北角云景道的摩天大厦购置一处豪宅 与当时拟友邵美琪居住 之后他又先后购买了好几间房 总共差不多花4000万元港币 说起夺面事件发生后 他与邵美琪分手 也将大部分房产留给了对方 2006年郑一剑和蒙家会结婚 为了让妻子安 他又卖掉了和梁永琪居住的爱超 之后 他以2800万的价格购买了一处海景房当婚房 虽然早已不再居住 但已经增值到6500万港元 这一件非常具有投资眼光 他分别在潜水湾 西贡村 黄浦花园 宽湖居等地方购置村屋或者楼房 除此之外 郑一剑购买的地皮也升值不少 据传郑一剑为了孝顺岳父母 于是花了上千万元在元朗购置了一块地皮 但是老人家却觉得地理位置太远 最后郑一剑夫妇在上面建了一栋别墅 不得不说 这别墅的位置真不错 一山傍水 风景特别好 在别墅前有一个超级大的人工湖 四周都是绿植环绕 环境非常好 这里虽然位置不在香港繁华区 但是非常安全 据说郑一剑把门口的渔塘承包下来 一边享受田园生活 一边坐在池塘边玩游戏 相当惬意了 它的豪宅是一栋三层小洋房 屋内装修风格偏中式 采用深浅不同的木色进行搭配 很像是天然的木屋 非常反不归真 因为两人非常喜欢玩游戏 特意设置了一个游戏室 屋内还有健身房 练歌房 超大影音室 在影音室内还有VIRL等高科技设备 而正一件两人对客厅也做了精心设计 扑的是灰色木地板 放置了一个玻璃小圆桌 米色沙发 它还有一个高档的木摇椅 虽然简单却不是现代感 这里也非常适合招待朋友 在香港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 光是这样一栋别墅就很好了 媒体估算 正一件名下至少有 七套房简直就是一个隐形楼 王浩南哥不但房子多 豪车也不少 据说年轻时的正一件也是玩车大咖 曾在六年内买了五辆车 早年正一件很喜欢奔驰 成年后就花了几十万购入 在那个年代相当拉风 后来因为出过车祸不再开快车后 就于2000年购置了一辆军用汉马 但因为工作繁忙 基本上没什么时间驾车去野外 2003年正一件卖掉汉马后 又购置了奥迪A6 奥迪A2 甲壳虫等车作为日常用车 2006年时正一件购买了路虎缆胜 这辆车一度是它的最爱 曾经很长时间陪伴它 最近几年 虽然正一件换车频率不是那么高 但也没少买 为了方便自己日常工作 正一件特异 购买了一辆RCV 这辆车不但外形时尚 而且空间宽敞耐用 价格在百万以上 如今正一件开的是一辆奔驰S350L 这辆豪车售价大约在100万元左右 正一件不光自己换车频繁 给老婆蒙家慧也很大方 2017年时 蒙家慧的官司胜利 本来对方索赔403万 最终只赔了51万 足足省下了352万元 正一件也很开心 先是送了他一辆小型吉普车 随后又买了一辆电动车 方便妻子代步 两辆车加起来足有上百万 相当好爽了 后来又花了80万港币 购买了一辆特斯拉 正一件买房又买车 也是得益于早年红的时候 没少证 凭借帅气的外表 好听的声音 正一件一度是港圈里的当红炸子 资源接到手软 尤其古惑仔爆红后 他的事业更是直接飞升 六部古惑仔不但给他带来了丰厚的片酬 也让他名气大涨 接了不少代言 据报道正一件当时每部电影至少200万元 一年光片酬就能拿到上千万 因为爱玩游戏 不少游戏厂商都找正一件代言 每个广告都能收入上百万 除此之外 正一件还代言过男性护肤品 饮料等多种用品 挣的是盆满钵满 日本资生堂让他当代言 只拍四天广告就支付了上千万港币的酬劳 正一件自己都忍不住感慨 广告的钱真的太好挣了 而投资眼光独到的正一件 很早就已经开了自己的公司 为了讨好老婆还把对方列为自己公司的董事 最近盟家会在日本开设房地产公司 其实也是正一件投资的 被报当初为了给老婆筹钱 正一件才在演电视剧最灿烂的 《我们给张天爱当配角》 今天港美拍摄到正一件现身街头的画面 当天正一件身穿黑色针织衫 依然是一头标志性长发 整个人显得很是销售 模样变化有点大 身材销售了不少 甚至有点单薄 原来这一次是正一件带着母亲出行 正一件先行下车的 但是迟迟没让母亲下车 直到保姆到了之后 两人才缓缓地将母亲搀扶下车 然后坐轮椅上 非要两人搀扶才行 可见正一件的妈妈已经行动十分不便 随后正一件的妈妈就坐上了轮椅 正一件亲自推着妈妈 整个人看上去真的瘦了很多 并且似乎身材也不高 官方身高是179 但实际上看上去 似乎真的顶多就是172的机视感 不知道是不是穿着打扮的问题 虽然看上去销售不少 但正一件的肌肉线条还是很明显的 毕竟已经55岁了 还能保持这样的身材 其实已经不错了 网友们都点赞正一件 也算是保养有道 毕竟正一件是很少现身漏变的 当有风吹过的时候 正一件的长发也是在风中凌乱了 此时我们看到正一件的头发 十分稀疏已经秃了一大片 网友们也调侃 看来岁月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脱发对待每个人也是平等的 这段时间正一件出现的频率有点高 是因为他有芯片上映 所以正一件自己也开始做宣传 另外还有一件事 就是正一件准备在宏馆开演唱会 这对于歌迷而言 无疑是一个超级大的福利 所以正一 也算是久违现身复出 之前一直都传说 正一件和妻子蒙家会已经移民日本了 不过很快正一件就出面否认此事 表示自己的妻子蒙家会是去那里上学进修 而自己目前还是两地奔走 一方面去日本可以度假玩 一方面回香港要探望自己的年迈父母 因为正一件表示自己的父母都是在身边的 自己不能够移民去日本的 其实正一件也是出了名的大孝子 之前就经常抽空去看望父母 而且还会带着他们一起出去游玩聚餐 每次都是自己亲自搀扶 妈妈亲力亲为十分孝顺 所以想必正一件在近几年应该是不会移民的 毕竟她的母亲还在香港 正一件和蒙家会结婚这么多年 一直都是没有孩子的 网友们也是为了他们 可惜因为正一件和蒙家会 那么好的基因都没有人继承了 不过正一件和蒙家会却很看得开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开心很重要 目前没有准备好要孩子 那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要负责到底 既然他们没有准备好 就干脆不要了 55岁正一件推轮椅带母亲出行 身材销售变化大 头发稀疏一大片 正一件也是网友心目中的男神偶像 希望他在宏馆演唱会能够顺利进行 如今已实现财富自由的正一件 由于我舞女也不再努力工作 而是尽情享受人生 之前披荆斩棘的哥哥邀请正一件 他谢绝了 据说一是因为没有什么事业心了 二是不差钱 靠收租过日子就很不错 陈小春也透露 每次给正一件打电话 他不是去埃及玩 就是到欧洲旅行 过的那是一个潇洒 萌家会在日本购房又开公司 应该不只是为了学习那么简单 两口子或许还有其他计划 无论是移民还是继续在香港生活 都是人家的自由 挣够了钱的正一件 如今可能只想享受生活 这样的人生谁不喜欢呢 转发大膜的性能